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潜伏期五天来推算 至少会有三波 甚至到六波的感染 至于感染源 有可能是在帛琉被感染 带回到船上 也有可能是无症状者 从台湾这边上了军舰 造成一个船一个 再来要高度关切的就是 有没有可能扩大感染的可能 但是现在这二十四起个案 我们要来关注的是 他们的足迹到底在哪边 但是把这个地图 我们帮大家整理完之后 反而心里面 真的是让人蛮担心的 从北到南基本上都有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南部这边 虽然大部分都是在南部 但是你可以关注到的是什么 因为这些士兵们 他们在海上待的时间 已经是一个多月了 所以他们非常珍惜的是 放假的时间 一下船之后 就算在南部 他们立刻到了中部 立刻到了北部 到了北部之后 甚至有人当天就又到了南部 隔天又到了北部来 这种心情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在习惯署这边也特别说明了 他们这一次在意料上面 真的是有特别的困难 而且他们这一次南来北晚 搭乘的是什么 不是高铁 就是客运 所以大家真的真的要小心了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关注 从北到南 他们的足迹是什么 我们一一真的要带您仔细来看 我们就仔细来听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的是 在南部的部分 因为这次大部分都从南部这边 开始往北跑 第一个是在云林这边 他4月15号下船之后 先回到了住处 4月16号跟爸爸妈妈 去亲友这边来吃了一个中餐 当天晚上就从云林 到了淡水找了朋友 到了淡水之后 当天晚上又搭了高铁 到高雄找了朋友 隔天真的是年轻人 他又立刻到了台北这边 领口这边来 这个部分就匡立了八名 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而另外嘉义这个个案 在疫调上面你可以关注的 4月16号他去吃了千叶火锅 而在4月17号 他从嘉义跑到了台南 到了台南之后 到了晚上 他又立刻回到了嘉义 台南应该是说嘉义台南嘉义 所以你可以关注到的是 虽然他们是从高雄这边出发 但是他们的足迹 遍布了北中南 所可以 我们今天可以来看的现场是 包括了高雄市府 昨天紧急公布了 7处足迹热点进行风管消毒 而上午高雄市长 韩国也到了汉神巨蛋 还有这个风锐夜市 来视察消毒的状况 而卫生局也公布了 高雄新增了一例 这个磐石件确诊个案 现在总共累积了 有9例这么多 这个足迹就要特别告诉您的 如果有去过这些地方 而且这些地方 都是他们有待过15分钟以上的 我们就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吧 高雄这个部分有9个人 这个足迹我们已经看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在台中这边也有3个个案 这是他们从4月15号 到4月17号这个部分 我就不一一细讲了 你可以看到他们也是曾经 到高雄左营台中 就是到新竹到了苗栗 所以今天早上在台中这个部分 清洁队也是针对这些个案去过的公共场所 进行大消毒 包括了左营啊 或者是高铁站啊 现在他们去过的公车站 他们全部都要来进行大消毒 甚至当中的咖啡店 牛排馆已经自行停业了 整整14天 但是说到台中 有一个部分要特别来说的就是 台中市府传出 阵风处的人员在15号当天 曾经跟一名确诊者喝过咖啡 时间一对 就是这一天 8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 85度C的这一家店 那因为喝过咖啡之后 隔天这个人也到了市府来上班 除了这个人必须要居家隔离之外 他同个办公室 还有其他三个局处 一共有65个人 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他们也不能到办公室去了 需要居家办公 基本上有关于南部 还有中部这个部分 我们都已经在观众朋友 仔细来看过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北部这个部分 首先在北部这边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 这些官兵们 他们在海上已经待了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当然很多人下船之后 第一件事情 很多人是要去找女朋友的 像在台北这个 他4月17号就跟女朋友 骑车到了桂林路的家 加勒福吃了蒸鲜 但是他也说他没有进到 加勒福的卖场 他去了这个六个处所 也全部都已经消毒了 匡列了21名接触者 而另外在基隆这个 他4月15号下船之后 先回到学校 4月17号晚上的6点55分 他搭了高铁 从左营到了台北 但是因为他人是住在基隆嘛 他又必须要搭客运 搭了国光客运 从台北再到基隆这边来 所以这个部分 今天基隆市长林又昌 也特别特别要来呼吁大家 也希望透过我们的频道 来告诉大家说 你有发现说 你4月17号晚上的9点20分 有搭上国光客运的话 要来主动联络1922 说你有搭过这个客运 不管你身体有没有状况 我们都要主动通报一下 那这一家客运里面 有37名乘客 那这个部分呢 他有匡列6名同住的家人 只不过呢 有些观众朋友也认为说 为什么昨天在高雄这个部分 很多足迹都已经被公布了 但是北北基 还有桃园这个地方 都没有公布 很多人就在想说 为什么不赶快讲 因为你越不讲 我心就越慌 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们去了哪些地方 这些地方 我们到底有没有去 那包括了在柯文哲这边 也被骂翻了 郑文灿这边的脸书 也被网友给出征了 今天他们也紧急召开了 记者会来解释 到底为什么会慢翻牌 好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 关注的是 我们把所有的 大家的足迹都已经 公布清楚了 那如果我们有去过 这些地方 同样的时间点 或者是在时间点前后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要来 关注一下我们身体的状况 我们也不要过度的恐慌 但是在这个状况之后 其实我们还有一部分的情绪 是生气 因为台湾现在防疫做到了这一步 其实真的做得非常好 除了CCC非常努力之外 其实很多台湾人 我们真的是 把我们这个部分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 我们出去 把口罩戴得紧紧紧紧紧紧 一回家 手就不断地洗 甚至是很多人 不敢跟朋友出去见面 就把自己关在家 当然无聊也是无聊 但是为了疫情 很多人也就是不出门就是不出门 但在这个时候 却出现了这样的猪队友 你说能不生气吗 但接下来就责的部分 我们就要来搞清楚 到底这当中 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谁说谎 谁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先从时序来看起 这次的盘石剑 是从3月5号 从高雄左营出发 他们一路是要到 帛琉这边来 要来进行表演 那他们从3月12号 到3月15号停靠在帛琉这边来 然后表演完之后 4月9号就要回到台湾 但是因为机关署跟他们说 你是不能够下船的 因为怕有些人有感染 必须要待满一个月 那你可以看到 他们从3月5号 3月15号 那3月15号离开帛琉 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就是4月15号嘛 规定就是4月15号 才可以下船 但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在4月15号之前 就偷溜下船了 那有一个部分是在讲说 我们就在问军方嘛 军方你到底有没有人 事先偷偷跑下船 我们有些自主就知道说 疑似有人偷下船 但军方 斩惊急的告诉我们说 没有人下船 但明明就有啊 这个监视器一跳 一查 4月14号 有一个人跑去超商购物 这是今天早上 我们得知的最新消息 就是在刚刚前几分钟 我们刚又查到了 另外的最新消息 是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同一个人 这部分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有一个人还跑去吃了水饺 你说这夸不夸张 这个部分 你从原本说的 没有人下船 到后来我们知道的是 原本说好 4月15号 下船的时间点 在这之前 早就有人偷下船了 你在这部分 控管就严重不足 再来是 第二个部分 说谎的部分 海军副司令 没加速 他跟大家讲说 他们到了帛琉这边来 全程都是有戴上口罩 都是有按照规定 大家口罩都是有戴好的 但是没有想到 在帛琉这边的大使 在铁书上面 打了一张卡 你可以看到 这张照片里面 很清楚的 很明显的 没有人戴上口罩 你没有戴上口罩来活动 结果你回来 看了想记者会告诉我们说 你在那边有把安全措施 给做好 意思是 你把我们当成了什么 你把我们当成傻子吗 你要骗我们吗 意思是 如果今天没有大使 PO这张照片 你就是要骗我们是不是 那这个部分 也让大家觉得很不OK 昨天他也出来 跟大家道歉 让大家觉得是说 你一开始都把话 说得很满 但是都被抓到 这个小便子之后 才愿意跟大家 说出实情 好 再来是 很多人质疑是 他们3月5号 出发的时候 疫情应该已经 很紧风了吧 那他们为什么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出去 再来是 他们出去的时候 疾管署知情不知情 这个部分我们要来临行 他们说呢 他们透过外交部跟卫福部 说帛琉当地是零确诊的 所以他们才要去 那疫情指挥中心 这边是在讲说 包括他们出发跟上岸 他们都是不知情的 是他们决定 要回来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说 你们已经去了 表演完了 要回来之后 我们才知道 那因为他们要回来 要下船嘛 他们就问这个 机关署说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那机关署就跟他们讲说 你必须要在船上 待满一个月 你才可以下船 好 这个部分就是 让大家觉得蛮傻眼的 而另外 大家可以关注到的是 他们明明在船上 也待了一个月 那我们说 武汉肺炎的 潜伏期是多少 14天 这14天 难道没有人 有任何症状吗 我们就要来问的是 这个衣冠 这船上有700多人 没有人有症状 好 第一个是案396 他有去找过这个衣冠 他跟衣冠说 我头真的好痛 那衣冠认为说 在船上头痛 是蛮常见的清新 他就忽略不计 没有往上报 再来是确诊的个案 案397 他跟衣冠说 我不舒服 但是因为 这个衣冠跟大家讲说 因为他都没有发烧 没有丧失味觉 跟嗅觉的状况 所以没有这些 关键的症状 他就没有把 武汉肺炎 给连结在一起 但是刚刚我们得知的 最近教会的题是什么 原来在这个航程里面 有71个人求诊 有5个人是发烧 这个数字跟这样的更改的情形 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原本他们是不是想要隐匿 但后来发现 原本说没有人偷溜 被我们抓包 说有戴口罩 结果没有戴口罩 被我们抓包 现在是不是不敢再说谎了 所以这部分 真的要去查的是 为什么这处 是这个部分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疲漏 让大家觉得说 现在对于海军 对于国军 真的是很不信任 好 大家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你一戏之间让台湾人的骄傲 现在也有可能 一戏之间功亏一篑 包括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 王毕胜周坦言 这是疫情开始以来 台湾的最大挑战 主要疫情指挥中心 还有疫调人员 他们漏夜采演 忙得人养马翻 而眼前的网友也发现 主持人的记者会上面 我们的周志浩 大家都叫他浩浩 他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似乎真的是累翻了 他只睡两个小时 不小心打了瞌睡 大家真的希望 他可以好好休息 聚焦在中国这边 中国现在各地的餐厅 已经开始复工营业 一开门就大排长龙 但是在广州 有一家五口 在餐厅吃饭 却传染了两家人 总共十个人确诊 医生说是因为开冷气 空气快速对流 会增加传染风险 肺炎现在为全球 带来了浩劫 中国在疫情的初期的 不透明作为 成为各国的抨击对象 在美国共和党级的 重量级联邦参议员 格兰姆 就扬言要把中国 制裁到屁股的尿流 武汉肺炎重创了美国 导致现在美国是 全球疫情最严峻的地区之一 他们的经济严重受挫 疫情也完全失控 美国总统川普就指控 世界卫生组织WHO 包庇中国对于武汉肺炎疫情的假讯息 导致疫情全球蔓延 各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川普更宣布将暂停对世卫的经援 并且调查WHO的管理不善 以及隐瞒疫情 要世卫为此负责 那我们问您插播一则最新最新的消息 高市卫生局开了记者会 公布了这个磐石键确诊个案的除机票 其中有一个个案 曾经在14号晚上 到了高雄知名吴妈妈的绞织馆来消费 店家接到消息之后 紧急停业消毒 其他状况 联系给记者保人 好 敦目阶队这一次 截至目前为止 是有24个人染疫 但是这个数目 有可能还会再持续翻升 而其中有一个确诊个案就在新北市 卫生局表示说 这个个案虽然有两次外出 包括买早餐 休养镜 去超商领钱 但是都没有超过15分钟 而且全程都有来戴口罩 依照中央规定 不需要公布它完整的除机 而新北市长侯永宜也认为 武汉肺炎的疫情还没有停歇 新北市要超前部署 他们在今天要来兵器推演 他说呢 一旦爆发社区感染的话 新北市将会扩大管制 他的扩大管制就是 大家要来尽足21天 除非你今天是要外出来采购名声 或者是一些必需用品的话 其他人必须要在家待上 整整21天 不少人吃寿起烧的时候 都很怕肉吃多了都会很腻 不过这家寿起烧 在日式酱汁里面 加入了无糖麦茶 来帮大家解腻 让肉煮起来不死闲 更特别的是 他还有桌边服务 把肉片包入了起司 或者是韩式的泡菜 甚至还拌入了独门的酱汁 包括了泰式风味 还有酒蒸它口味 上网怎么省 你加网络费 九百多 一千多 问老婆 手机月租费 是九九 六九九 一三九九 那行动加光鲜 台湾大哥大 好库成双 行动光鲜一起办 费用省一半 月付只要九九九 两年省两万 两万 要省钱 欢迎光临买缝 是帮我饭 你真聪明 现在办 还送吃会好礼哦 台湾的防疫 表现全世界都称赞 但是在越南的成果 是更厉害 目前只有268个人确诊 而且零死亡率 根本是防疫的自由身 有专家分析 关键就是越南政府 提前部署 并且实施大规模的检疫 还有严惩的制度 全体国民更展现 高度的团结 才有办法创造出 死亡人数零的成绩 只有连在越台人 都直呼对于政府的防疫 超有感 马上带您独家直集 加入我是英童 祝大家平安